大家好 上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我的两个养老基金账户的投资策略以及资金管理 简而言之就是用两个可以令人信服的投资逻辑进行操作 其中的一个投资策略叫Dogs of the Dow 还有近20年的投资回报表现 足以跑赢标普大盘 用这两个投资策略选出的股票 都是基于三大指数那指道指SP500指数里边的前30名的成分股 所以都是巨无霸型的企业 本期视频介绍另外一个养老基金账户的投资组合 现在这个账户有14只股票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股票的数目会进一步的增加 先介绍一下选股策略 第一个原则是该公司必须有分红 我们知道标普500的ETF SPY 它会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分红 我之所以设立要选的股票 一定要有分红 是为了抵消这个分红的影响 但是有分红的这一要求 已经淘汰了很多高科技成长股 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 纳斯达克指数的回调 导致了很多成长股的暴跌 那么在一个退休基金的账户里边 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暴涨暴跌的情况 我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一个长线投资的策略 第二个选股设定是这只股票 在一个长的时间范围内要跑用标普大玩 这个原则也好理解 如果它连大盘都跑不赢 我还不如买标普500的指数ETF SPY了 在一般的看盘软件可以通过简单的对比 可以找到这样的股票 比如说我在第一个季度 新建仓的AWK美国水务来讲 从时间轴上2009年2月到现在 它已经涨了946%左右 9倍多 而同期的标普大盘只涨了4倍多 而AWK的分红现在是1.144 标普也是1.3左右 这个账户里边的股票来源非常广泛 有我之前研判的细分板块里边的龙头股 也有我分析动能股的ETF里边的成分股 以及具有高护城河的一个ETF里边的成分股 还有用选股器发掘的底部反转股 简单介绍一下这14只股票的挖掘过程 现在看到的是周线 所以屏幕上可以看到去年受疫情影响这一段的股价表现 第一只股票是IIBR 这是我在研判REIT类房地产板块里发现的一只四年涨了七倍的 一只涨是非常凶悍的股票 我曾经做视频介绍过挖掘过程 第二只股票叫AM 是一只管线公司 那么我们都知道 作为唐期的投资的策略 管线公司也是一类可以获得稳定股息的一类公司 我之所以选择它 而没有选择其他比较稳定的超大型的管线公司 是因为当时我发掘的时候 它的股息率还在15%左右很高 另外它具疫情前期的高点 还有两倍的空间 而其他的稳定的大型的管线公司 只有不到50%的空间了 下一个是ABR ABR是一个Mortgage Rate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的特点是分红比较高 平均分红是10% 但是作为一个板块的ETF 它没有跑赢标普大盘 我在研判它的成分股里边 发现ABR不但跑赢标普大盘 而且它的股息率保持在10%左右 下一个股票是WWE 这是一家娱乐公司 我是在用选股器挖掘出底部反转股的过程中 找到这只股票的 这和另外一只叫泰深饰品 TSN是一样的 也是都是通过选股器来发掘出来的 下一个是一家工程公司 叫FLR Floor Corporation 这是这家公司呢 我曾经工作过 它的股价在近几年表现并不好 是因为前几年有个项目做杂了 我在去年12块888左右进场的 再下一只股票是PGR 是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 那么保险公司内 除了有一个高分红的特点 它的长期也是表现非常好的 最近的巴菲特的年会上 查理芒鹅也是酸溜溜的说 它的旗下有一家保险公司 叫Gaiko Gaiko表现的也不错 它是酸溜溜的说 PGR表现的更好 下一个股票是CARR 中文好像叫做开利空调 这是上市没有几年的股票 我是通过研判动能股ETF 来找到这只股票的 这是一家工业股 但是它的表现也比较稳定 下一家是CTVA 这是一家农业科技股 它是由道化学分离出来的 我也是研判动能股的成分股 来发掘的 再下一家是NEE 新技能源 这只股票属于公用事业类 作为长线投资的一个方法 投资公用事业类的股票 也是一个获得稳定股息和长期收益的方法 而且NEE是它这个公用事业整个板块的ETF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成分股 STARBARK 这就不用太介绍了 它是一个属于高户成核的一个公司 表现比较稳定 下一个是AWK AWK跟NEE同属utility板块 NEE是给小区输电的 那么美国水务是给大家送水的 都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行业 下一个是SCI SCI的行业比较独特 它是属于殡杖类的 但是它的长线也是表现非常不错 下一个是PCAR 这是一家美国制造重型卡车的一家公司 是一家龙头股 那么我发现这家股票是通过ARKK的一月份的建仓 最后一家是泰深食品 泰深食品受疫情影响 但是现在在逐渐的恢复 很快的应该是涨到疫情前的高点了 下面聊一聊操作策略 这里边包括入场点的选择 止盈点和止损的出局 以PGR为例 当我发现一个潜在的目标是 会把这只股票放到我的watch list上 耐心的等到入场机会 一般来说我会等到股价回调 10%甚至20%的话 才进行入场 我的入场点是在第一季度的季报 经过一个暴跌将近百分之十几的过程中 在这个底部进行入场的 实际上市场永远会给入场机会 对这种长线表现非常优异的股票 有可能是因为季报不如预期 会导致的股价下跌 有可能是市场环境的影响 指引是这样设置的 在一只股票 在我入场之后上涨20%的时候 我会把这20%的利润卖掉 所以理论上讲 我只要卖掉五只股票的20%利润 我就可以进行对下一只股票的进行新的投资 因为每次入场也不能一定保证这只股票的胜率 所以我的止损点是这样考虑的 我的入场点通常是比前高低于10% 如果比入场点低于20%的时候 我会止损离场 在我入场点下跌20%的时候 整体股价表现已经跌去30% 这对于一只长线比较优异的股票 应该是几率比较小的 除非市场大环境变化 或者是公司的形势已经走坏 但是我这还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每只股票的投资 只占我总仓位的2% 所以即使我20%的止损割肉离场 也对总仓位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来看一下这个账户的股价表现吧 我的这一思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上 基本固定下来 到现在为止 这个账户上涨了10.37% 而同期标普大盘上涨了11.73% 我有理由相信 我的这个逻辑和操作会打败标普大盘的 下两只列入我观察名单的股票是 美国达勒公司代码DG Dollar General 还有一个投资公司 叫阿瑞斯 代码是ARCC 我在寻找机会入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这些思路对大家有所启迪和帮助 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 并转发本频道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期进行讨论 祝大家投资愉快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